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叶青梅迷迷糊糊 但还笑着说道 小猪猪啊 睡饱了的感觉真好 五猪答 起来吃饭 叶青梅笑着点头 好 吃完饭我们要去划船 你之前啊 在苏州答应过我的 五猪点头 叶青梅快速地吃完早点 刚走进前院 上官静和静王妃迎了过来 静王妃笑着说道 最近这些日子可把叶子累坏了 整个人都消瘦了许多 叶青梅笑着说道 累是累了一些 但是事情处理得完美 昨日睡了一觉 今天啊 精神好多了 五猪正准备带我去划船呢 静王妃皱了一下眉头 淡淡地说道 你可真是个闲不住的 几个人正说话 红顶信歌飞来 上官静心底惊讶一下 取下信件递给叶青梅 红顶信歌是叶青梅的专属信歌 没有紧急情况是不会用他的 叶青梅赶紧打开信 匆匆一看脸色刷白 五猪感觉到他情绪的波动 赶紧来到他身边 上官静和静王妃也疑惑地看着他 叶青梅失落地说道 陈平病出事了 费界护着他正从北齐赶回京都 几个人当然震惊 叶青梅迅速冷静说道 我现在要赶回京都江南这边的收尾工作 就有劳你们了 静王妃和上官静赶紧说道 这里你就放心吧 回京路上多多保重 叶青梅和五竹稍作整理就要出发 临走之前 叶青梅对着静王妃说道 公主 世子出生就取名叫红尘吧 希望他相闻而非武 众礼而非兵刃 刀剑所向并非王道 席文开治才是正途 望他能成为一代红乳 避免战争杀戮 静王妃郑重地点点头 叶青梅可以大刀阔斧地做事 但他依然是个悲悯众生的良人 与叶青梅相处久了的人 自然都知道 他虽愿意天下统一 但同样也厌烦战火不断 天下必有流血牺牲 这一代人已经无可避免 他当然希望下一代人 能够免受战火袭扰生活的太平安乐 叶青梅和武竹匆匆上路 没有了武力和真气护身 叶青梅就是个普通人 长度跋涉对于他来说无比艰辛 但是他执意如此 没有办法的武竹只能依着他 关道上骑马 山路时飞行 叶青梅坚定地说道 我已经让肺界控制平命的情况 只要我回去的及时 实验室里也许有救治平命的办法 无论如何 我不会放弃 武竹点头 之后尽可能保证小姐的安全下 加快脚程 庆帝此次北征 信心十足 虽然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但是这次他带了庆国所有的良将 陈明并得到萧恩的行踪之后 执意要去阻拦萧恩 防止他影响战局 并且为了陛下的安全 把黑旗的主力以及影子 都留在了战场 上京城一战 监察院损失惨重 明县暗县都被打掉大半 萧恩的七体被全军覆没 可是监察院的黑旗也所剩无几 萧恩在废街的旗毒攻击之下 被陈明并打成重伤抓了起来 付出的代价就是陈明并也同样受伤 而且比萧恩重伤很多 在剩余黑旗以及监察院的暗处势力保护下 他们紧急撤离上京城 战场上的庆敌得到这个消息后 心中愤怒 下令立刻护送陈平平回京都救治 并把七体全军覆没 萧恩被活捉的消息放到战场上大肆宣扬 北极的军队一时间慌乱无比 离开上京城的第二天傍晚 陈明并从昏迷中醒来 他竟然要求与萧恩共乘一车 费剑难以理解的说道 你现在重伤如此 能减条命实属不易 还去见他干什么 陈明并摇了摇头说道 有你在我死不了 他再厉害用度也不如你 我相信现在他除了五官能动 其他都跟木头一样吧 说到这里 费剑倒是自信地说道 你倒了解我 陈明并淡淡一笑 把我搬到他的马车 我有话问他 想来他也想见我 陈明并心里知道 那件事情只有这个时候 还有机会确认 一旦回京 就不知道得等多少年了 费剑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一辆大马车里坐着两个死敌 偶尔还能听见他们爽朗的说笑声 这倒是让外面随心的人 心里难以理解 陈明并和萧恩 一个躺在马车头 一个躺在马车尾 两人都是除了脸部五官 什么都动不了 陈明并虽然好一些 胳膊是自由的 但是他没有力气动 即便是如此狼狈 两个人也都不输气势 说起话来尽量的铿锵有力 陈明并说道 这些年 气体闻名天下 萧恩的大名 也是如雷贯乃 为人狠辣 对自己的儿子儿媳都能下手 确实对得起大魔头的称号 陈明并 本来是抓了他的儿子儿媳 想要威胁萧恩 可没想到 萧恩根本不管不顾 也就造成了双方死伤惨重的局面 萧恩冷冷一笑说道 魔头 我喜欢这个称呼 成大事者 飞风济魔 如果做不到辣血无情 那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窝囊一事 何苦出来拼搏呀 陈平平说道 不得不承认 这一点 咱们俩志趣相同 萧恩淡然地说道 人生难得遇见对手 你陈平平不简单 这生的路还很长 谁能预料未来的你 也许 比现在的我 还要狠毒呢 是我低估了 检察院的暗线 没想到 你们挑拨了我们大旗的内部 竟然 还能跟皇室勾结 陈平平自信一笑说道 你平时太过嚣张 虽对其国有功 但憎恨你的人也不少 只要我们花些手段 自然能拉拢你的仇人 与我卑友 萧恩冷笑一声说道 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 无愧于心 我对大旗的忠心日月可见 那是那些小人能够理解的 萧恩看着陈平平 得意地说道 不过 你陈平平也莫要得意 检察院虽然出社 沁国内部也有很多权贵 心生不满 你这条路也并不好走 虽然有可能 我看不到你的结局 预料 你的未来会比我还惨 陈平平挑了挑眉头说道 你说的不错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好好活着 看着我如何走这条路 看我沁国如何吞并了你们齐国 还要让你看着我们沁国统一天下 如果当时我能活捉战金风 你们大齐心目中的战神 我也希望他和你一样 被我囚禁在幽暗地牢 看着我大晋国日益壮大 萧恩冷冷地看着陈平平 两个人虽然身体不能动 但是却用眼神在与对方较量 彼此的气势不减 路颠簸的马车里 一个齐国的暗探首领 一个沁国的暗夜领袖 两个身受重伤的仇敌 完全忽略了自身的钻心疼痛 甚至忘记了这是在路上 彼此用言语攻击着对方的心灵 用眼神刺挤着对方的毅力 如果说眼神是刀剑的话 那么此刻他们两个已经把对方伤了无数次 激烈的斗争告一段落 毕竟是大战过后重伤的两居身体 承受不了主人的一再折磨 萧恩叹了口气 低声地笑了 陈平平也叹了口气 笑出了声 两个人相视一眼 笑声越来越大 最后两人好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仰天长笑 大笑过后 车里静悄悄的 半晌 萧恩才说道 痛快 这一战打得痛快 也许这辈子 再也不会有如此酣畅淋漓的战斗了 陈平平眨了眨眼睛说道 不会 我说了 我不会杀你 曾经有人告诉我 枉腹杀人 智者诛心 我虽不才 却想做一回聪明人 萧恩皱着眉头不满地说道 哪个人告诉你的歪理 我萧恩杀人如麻 依着那个人说 我就是个莽夫呗 陈平平看着车顶 脑子里浮现了那日叶青梅 跟自己说这话时的场景 她微微一笑说道 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 至少我始终相信 萧恩皱眉看着陈平平 她没有忽略陈平平刚才柔和的表情 她凶狠的余光中 透露的都是无限的向往和崇拜 萧恩愣在了那里 她对这个眼神和表情太过熟悉 因为这辈子自己的身上也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当她看到那个小仙女时流露出过这样的真情 萧恩的脑中又出现了叶青梅的笑脸和她的那些古灵精怪 这些年 萧恩虽然未曾与叶青梅再联系过 但对她的事情却始终留意 当然也知道她现在和沁国的关系 时到现在 萧恩也不明白 像那样嫡仙子一样的女子 为何会卷进凡尘 沁国又何德何能才能得到她的眷顾 此时 车里的两个暗夜之王表情都一样柔和 眼神都不再是刚才的阴狠暴力 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时候的他们一定会很惊讶 不知道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如仙画卷 才会同时出现这样的神情 而沉浸在回忆中的两个人也完全不知道 彼此心中想的竟然是同一个人 还是萧恩打破了这个寂静 她随意的说道 既然我已经成了你的阶下球 要杀要剐习听尊便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不杀我一定是另有原因吧 陈平平淡淡一笑说道 如果我说我答应了一个人 无论如何饶你不死 你信吗 陈平平的余光明显看到 萧恩神情一愣 马上又恢复平静 自嘲地说道 都说我萧恩是万人憎恨的大魔头 我竟不知这世上还有人珍惜我这条性命 陈平平微微侧头 一直看着萧恩平静地说道 其实你们都是忠臣良将 只不过各谋其政 各司其主 英雄所见不同罢了 本该惺惺相惜 奈何家国所迫 希望有朝一日天下一统 所有的敌人都能化干戈为玉博 这是她的原话 萧恩愣了一下 这话她再熟悉不过 那日她与苦和决裂 叶家的小仙女 就是用这话劝记了自己 那也是她最后一次与自己联系 此后再无音讯 萧恩心里暗暗想到 也许从那以后 自己更加残暴 行事更加疯狂 如仙女一般的她 实在无法容忍 就疏远了自己吧 可是她就不明白 苦和明明假人假意 为何她却好像更偏重于苦和呢 这个疑惑藏在心底 她知道再也不会有机会问出答案 陈冰冰看到萧恩的反应 心里已经明了 她极自然地说道 你认识叶青梅 你们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长路漫漫 不如说来解闷吧 萧恩平静地说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天下有谁不认识叶青梅 堂堂叶石家族创造了无数传奇 我们北齐的孩童都知道她 陈冰冰淡然地说道 大家都知道她开创了夜市 拯救了东夷城 可是极少数人知道 她在创造这些传奇之前 曾与大魏的两个臣子 有过一段旅程 而那两个人 就是你和苦和 萧恩就像在听故事一样平静 陈冰冰继续说道 她不止创造了很多传奇的事 人们不知道她还造就了传奇的人 齐国的苦和 东夷的四顾剑 沁国的夜流云 现今天下三位大宗师 都与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齐国七体统领萧恩 东夷城的剑炉 沁国的剑察院 以及我陈冰冰 都是叶青梅最伟大的成就 萧恩的表情依旧没有变化 陈冰冰微笑着说道 我敬仰她敬重她 所以我好奇她的故事 我相信你能帮我完成心愿 萧恩淡笑着说道 也许你一生都会很自信 唯一这件事会让你失望 不错 萧恩是不会说出这个秘密的 因为她曾经答应过夜青梅 经过这一路的聊天 萧恩更加断定 只要这个秘密 一日还是秘密 自己就还有机会 都说英雄不畏生死 苦苦修炼一身本领 不到最后 谁都不愿意轻易赴死 杀人如麻的萧恩 也依然如此 陈冰冰淡淡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很了解我 但这一点你错了 陈冰冰的人生里 没有失望二字 这件事也不例外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陈冰冰也是微笑地看着她 诚意十足地说道 去路迢迢 人生之旅 若没有一丝期盼和较量 何其无趣 来日方长 我们慢慢等 我会把你安排在 我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 当我无聊了 或者是太高兴的时候 都得去找你这个老友一叙 萧恩再一次哈哈大笑 陈冰冰也随之笑出了声 道路两旁树林里的鸟 都因为他们的笑声而慌乱飞走 匆匆躲避 已经听到太多次这样的笑声 费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他不知道车里的这两个怪胎 到底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笑声中的含义 官道上 这支黑色队伍一路从边境 回到了沁果 途中一切如常 远远看到京都两字时 费界心里松了口气 终于回来了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